新北市立三支幼儿园举办一场主题课程高峰活动 将脚白损的栽种、采收、食用及创作过程 与在地的三支故事馆巧妙结合 同时注入创生结合社区资源和美感的元素 与最近整合社区农产资源 在地艺术家的三支故事馆合作 深化孩子们对于美感的不同体验 也为发展观光和地方创生经典小小心力 这次的艺术展交个好朋友 是孩子们在课程中的一个高峰活动 那是以脚白损作为主题的一个主要的发想 那三支的小白损是台湾有名的特产 在课程当中刚好配合 这边脚白损的一个时令跟产记 让小朋友能够亲身的参与种植和采收的一个过程 也透过和农夫达人的接触 下田观察然后实际操作 在这个学期主题活动当中 幼儿园的小朋友配合季节以及产记 亲身参与了脚白损的种植与采收 并且与当地农民达人互动 透过观察实地操作 了解脚白损的生长 而园长也表示 脚白损是三支的特产 亲师生透过课程 深入探究三支的好山好水 配合时令所栽种的农产作物 并且结合在地艺术农产的三支故事馆 让幼儿展出与损壳的相关艺术创作 从小培养对于美感的知识和体验 那透过这个机会 我们也将联合国SDGS的观念 和创生的理念 融入在这个课程当中 那在亲师生的合作下 发展创作出各式各样的 有趣的艺术品 那结合在地的资源 三支故事馆进行展出 那在这个故事馆当中呢 当地的很多的艺术家 还有农会农产品的 共融的一个展示的空间 那在过程当中呢 我们除了将地方农业文化传承 到下一代之外 也培养孩子对美的一个感知 这次活动跟进一步的 将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以及创生理念融入 透过社区合作展示了 焦白笋在当地美食当中的应用 同时透过师生的发想和创作 培养了幼儿们的艺术感 与手眼协调 而展现出美感教育的一环 对于教育文化和社区结合的实践 也感谢社区民众托老中心的支持 幼儿园七深深的共同努力 共同见证了一场美感 创新而且富有意义的社区活动 记者许多艺三支采访外道